OK 大家好 我是杰尾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吃台南知名的鹹粥 阿唐鹹粥 Let's go 那前一陣子大家在反映說他漲價之類的 我會覺得真材實料漲價好吃 為什麼不吃呢 台南就是要吃食材 只要吃這種假有的沒有的東西 台南知名的阿唐鹹粥因為漲價遭網友怒刷 一心負貧 但是週三開門營業還是滿座 不時也有顧客會問起漲價的問題 這個禮拜大概要吃一次 大概我習慣是每個禮拜三 因為禮拜一太多人 然後禮拜二是休息 禮拜三禮拜四可以吃 禮拜五的話五六日就太多人了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要吃的話 禮拜三或禮拜四 禮拜四 而且油條 那綜合的話 雞湯還滿濃厚的 就是這麼的濃厚 一碗的話我們大概可以吃 一碗的話大概吃完大概下午可以飽到很晚 大概中午不用吃了 然後我在等油條 吃這個一定要加油條 習慣就是先加一半 然後到時候吃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再拿去加湯 加湯的時候再加油條 就來吃囉 就來吃囉 加油條超好吃的 啊這個魚 整個都是料 台南就是要吃食材 只要吃這種 夾有的沒有的東西 而且絲木魚跟蚵仔 超好吃的 我還是有魚翅 吃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過魚翅是大隻的 所以它基本上已經幫你把那個細骨頭 細的魚翅都已經清掉了 然後這個油條 它會吸滿那種魚汁啊 所以吃下去了 所以吃下去了 這種台南炸的油條 就是不會那種油燥味 那吃的時候呢就是吸滿魚翅吃下去 超酥爽的 然後吃到剩下這邊 然後吃到剩下這邊 把湯喝到一半 然後我還可以去加湯 不等吃一碗飯 要去加湯 加湯加湯 加湯 然後再加 剛剛一半的油條加進去 這個是台南人的吃法 湯加完之後還可以再放第二次 等於喝了兩碗湯 魚湯超補的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多吃 把它的那個 一碗一百五的那個 中和鹹粥呢 等於是吃兩碗的感覺 是不是很划算啊 那剛剛講到說呢 如果你來吃阿唐鹹粥的話 基本上我們台南人呢 就是 五六日 浪給觀光客 禮拜一的話 還有一些觀光客 還沒有回去 所以禮拜一也是很多人 禮拜二阿唐沒開 所以基本上 我都會是在禮拜三 或禮拜四來吃 不會真的不用排隊 所以台南吃小吃呢 我們不是說傻傻的 說想吃什麼就什麼 我們還要去看說呢 還有沒有公休日 就是避開連假日 或是那個六日 那我們台南人就可以 吃我們自己的早餐 而且不用跟觀光客排隊 吃飯 雲湯超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第一次吃兩碗湯 酥苦兩碗湯 好吃